各位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大概几个月之前吧 我们就跟大家探讨过 说全国多地出现了这个二手房停贷的情况 并不是说完全的二手房就不给贷款了 而是说买卖二手房的时候 贷款实现将变得非常长 原来可能十天半个月办完了 现在需要两到三个月 甚至有很多购房者因为各种各样的资质条件不够呢 银行不予批贷款 那个时候呢 相对而言很多地方的新房贷款还是很舒服的 然而时至今日啊 很多地方新房批贷的速度也在减慢 甚至有很多人抱怨说 为什么这个房贷这么收紧 现在要贷款买个房挺难的了 还有人说啊 今年有的银行额度都已经用完了 你要买房就得明年了 要等到几个月之后了 而且不光是房贷收紧啊 房贷利率也在不断提升 因为现在已经市场化了嘛 各个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调整自己的利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很多银行都纷纷提高了自己的房贷利率 有的这个二套房贷利率甚至都提高到了6%以上 当然有的银行更狠人的干脆说二套房我们就不给贷款了 6%这个数字已经很高了 要知道最近几年我们的利率一直在下降 今天你到银行去存款 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大概就是2%左右的收益了 曾经高到天上去6% 7%的余额宝现在也就是一年2%左右了 所以相对而言6%这绝对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了 因此很多要购房的人抱怨现在要贷款实在是太难了 不光额度紧利率高甚至你这个首付资金银行还要反复核查 以往有过买房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你只要把首付凑好了 没有人问你这个资金从哪来的 你是提着现金去还是刷卡 你这个开始前到底是谁打给你的 没有一个人问 包括你要贷款的话 你总得提交各种资金证明吧 有的银行甚至给你一张空白的 让你回去盖个印 想写多少就写多少 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查你流水 即便有人查流水吧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说没事我可以帮你做 是的 当年对于很多银行而言 你只要能把首付凑上 说明你有够房这个实力 我第一不管你这个首付从哪来的 第二我不管你有没有能力未来每个月还贷款 你不还我就拍卖你房子算了吗 然而今天很多人发现贷款的审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 首先说你这个首付钱从哪来的 银行就要进行非常严格的调查 你要真是过往五年十年一个月一个月工资攒的 那没事啊 你这个首付来源完全合法 可如果你这个首付是在最近一两天的时间内别人打给你的 银行就要查了 那个人的资金是从哪来的 那个人为什么要把这个钱给你 你是不是为了买房凑首付而去借贷了 甚至你的官员人有没有银行带有没有贷款凑首付买房的情况 总而言之 虽然钱是你的首付是你拿的 但是银行要非常详细的审核你这个首付钱到底是从哪凑的 同时还要严格审核你的月收入 你这个月收入是不是足以覆盖你未来的每月还款 除了还款之外 你是不是还有足够的能让自己生活的钱 如果你这个月收入跟你这个还款额相差太大的话 银行也可能不批你 总而言之一句话 今天要贷款买房比以往复杂的多的多 麻烦的多的多 为什么有人说这是一种市场调控手段 对没错 这肯定是一种市场调控手段 而且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咱们首先讲 今年头半年以来 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火跃的 一片涨势 有的一些城市 二手房简直涨到天上去了 为什么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 美国一直在大印钞大放水 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 已经非常剧烈了 同时美国的房市股市不断在上涨 美国甚至二手房的趋化周期就剩两个多月了 美国房子库存都不够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通胀的背景之下 很多人觉得什么资产能保值增值 自然要买房 在这样的心理预期之下 几乎每个城市的房价都在上涨 那么自然 即便当时不想买房的人也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 所以上半年整个房地产市场是非常火爆的 当然很多银行的相当部分资金和额度已经被占用了 而过去这半年 全国各地地方政府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房产调控措施 就是要把这股斜火虚火压下来 那么很显然 调控入场资金的额度是一种调控方式 从银行层面上更谨慎一点的审批贷款 让这个资金流入速度慢一些是有助于全民降降温的 而从另一个方面上讲 银行现在的降温未尝也不是一个好机会 让每一个购房者思考一下 我到底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个房屋 以及这个房屋价格真的会一直上涨吗 是的 过去20年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买什么可能你都吃亏 就是买房不会吃亏 因为房价一直是在上涨的 所以大家觉得在任何时候买房都是应该的 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倾其所有 加上贷款加上杠杆去买房 这样你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但是与此同时 一方面推高了房价 另一方面很多人的资金链是非常紧张的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 国家密集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学区房遭受到了打压 住建部提出号召 要让所有劳动者住有所居 也就是说在房产问题上 国家真的是要动大手术了 房住不炒这个概念 我们已经提出很长时间了 在很多城市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真的提醒每一位好朋友 你要买房之前真的要思考好 到底你买房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说我有足够的资金 我买房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 我买房的目的是为了住而不是炒那么好 甭管未来五年十年房价有如何的波动 你已经做好了两个准备 第一我是来住房子的 居住是我的第一要求 第二我已经评估好了我的还债能力 甭管房价是高是低呢 我每个月的月供是还得起的 那你这就是一个合格的购房人 你应当在这个时机买房 可是反过来讲 如果你只是觉得国际上大通胀 美国房价涨那么厉害 我国这个房价也只能涨不能跌 我身边早买房的人早都发达了 所以我也应当早点买房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你的目的是为了炒而不是住 那你就危险了 而且还有很多人为了能尽快时间赚得更多的钱 他是不断的加杠杆 正常讲你买套房屋 你付个20%到30%首付 剩下的钱都是从银行贷的 这就已经是在加杠杆了 可是有些人连首付钱都没有 所以他们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凑首付 怎么凑 你如果跟父母亲戚朋友借点钱 这还是相对安全的凑首付 可是还有很多人会套用银行贷款 信用卡刷卡来凑出来首付钱 这个首付可就危险了 因为你这个还款可能马上就得还掉 你这个资金源崩的实在是太紧了 稍有风吹草动 你这个房子卖不出去 你这个房子跌价了 那么杠杆越多 涨势的时候你赚的自然多 可是跌势的时候 你将倾家荡产一无所有 更关键的是我们还得给所有好朋友们提一个醒 最近一两年世界经济纷繁复杂多变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而在我国国内相继有好多个行业遭受到了重大打击 比如说旅游业 餐野业因为疫情而大量的停工停产 最近双减政策之下又有上千万教培行业从业者说突然直接失业了 也就是说未来是很不确定的 这就需要我们的资金链啊 相对安全一点才行 不能把资金链绷得太紧了 有可能你买房子的目的也是为了居住 不是为了炒 你的首付也是过去几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但是如果你每个月还款压力太大的话 你要考虑到一旦有一天遭遇到了什么突发性事件 你无法保持目前每个月的高收入 那么如何还房贷呢 当然在过往二十年房价一路高歌的时候 很多人是胸有成竹的 很有自信的 没关系 即便真遭遇的那一天 我房子早就涨价了 我把房子一卖 我还能到手里几百万现金呢 可问题是 这个想法是建立在房价永涨不跌的状态下的 这个信念是建立在房子随时随地可以出手的状态下的 未来等一系列政策推出之后 有没有可能有些城市的房价会横盘不涨 有没有可能有些城市的房价会出现下跌 甚至有没有可能房子的出手将变得非常不顺利 已经有经济学家在提醒广大老百姓了 要注意 千万不要炒房炒成负资产 什么意思 一套一百万的房屋 你花三十万买 贷了七十万款 如果一旦你这个城市房价出现下跌 一百万买来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六十万了 可是你同样还欠银行七十万贷款哦 那你就是负十万的资产了 不但你那三十万血本不归了 你还盗欠银行十万 而且在一个下跌的状态下 你恐怕这个房子想出手都不能出手 在我国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房价腰斩的地区 当年买这些房子的人实际上就已经是负资产了 所以全球大通胀背景之下 买房子固然能保值 但是我们真得提醒各位好朋友 一定要仔细算算手中的钱和你有可能背负的债 千万要注意资金链的安全 否则炒房炒成负资产 这真是有可能的呀